10月19日,应采儿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一组照片,向大家分享小儿子HoHo的萌照,并配文,又华启动快乐开关,好吃好玩,引发网友热议。 照片中,两岁的HoHo穿着棉麻质感的T恤和宽松的白色长裤,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抱着水果泥津津津有味的品尝。 值得一提的是,她手中的水果泥来自某国外品牌,官网单价超过24元,价格不算便宜。 不得不说,虽然后后和爸爸以及哥哥长得越来越相似,仿佛复制粘贴一般,但皮肤白皙,扎着小辫子,睫毛还非常长的她,看起来更加秀气。 特别是露出小虎牙对着镜头甜笑的模样,如同小姑娘一样,显得特别可爱。 另一张照片中,HoHo换了一套衣服,蹲在地上非常认真地看英文图书。 掩人注目的是,应彩儿和陈小春这间位于内地的豪宅,装修得特别接地气。 屋内没有特别华丽的装饰,只有简单的灰色沙发以及木质座椅,并且处处都能看见孩子们生活的痕迹。 例如客厅里的儿童爬行垫,儿童蹦床,还有地上、桌子上摆满的儿童玩具。 看得出来,应彩儿将孩子们照顾得非常用心。 事实上,此前应彩儿曾分享过自己的育儿经验。 Jasper半岁时,他就买了一款餐椅,价格在2500元左右。 后后出生后,他原本想把椅子留给后后使用,但没过多久他们一家人搬到了上海,因为运费成本太高,最后干脆又买了一把新椅子。 而后后使用的其他产品售价也都非常昂贵。 毛绒玩具的价格都在百元以上,安抚摇椅的价格则接近2000元,婴儿床的价格更是超过了1万元。 显然,应彩儿一家特别宠爱小儿子。 随着后后年龄的增长,教育问题也逐渐需要重视起来。 此前,陈小春在湖南长沙录制披荆斩棘2, 应彩儿带着大儿子Jasper来到一家国际幼儿园,似乎来接年幼的后后放学。 据悉,这家幼儿园每年的学费在18万元左右, 聘请的教师几乎都有海外留学经验, 也难怪后后小小年纪就看起了英文书。 说起来,最近这段时间,应彩儿特别喜欢晒娃, 有的时候是Jasper带着弟弟在户外玩球, 有的时候又是一家人穿汉服过中秋, 还有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则是在草坪上搭帐篷露营, 每次的画面都看起来非常温馨。 不论如何,希望应彩儿陈小春一家四口, 能在内地开心幸福地生活下去。 1983年,丁文出生在台湾一个富贵家庭里, 此丁文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应彩儿。 作为家中的掌上明珠,应彩儿从小就被家人捧在手心, 不过虽然在宠爱中长大,应彩儿的性格却没有一丝侥幸, 反而大大咧咧地十分招人喜欢。 据应彩儿的描述,她的童年时光是在搬家中度过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为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应彩儿经常随着父母的工作各地奔波, 直到后来去了美国,这才安定下来。 好学活泼的性子,让刚搬去国外的应彩儿适应得很快, 没过多久,她就成了远近文明的孩子王。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2000年, 此时的应彩儿已经年迈17周岁,出落得挺挺欲力, 在家人的鼓励下,应彩儿报名了美国华部小姐选美比赛, 顾名思义,这就是一场身处美国的华人举办的一场选美比赛。 凭借着出众的长相和曼妙的身姿, 应彩儿一举拿下了比赛的亚军, 虽然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但那时候的应彩儿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要进娱乐圈, 她的理想就跟身边的人一样,长大当大老板。 然而还不到一年,她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改变。 学校放假后,应彩儿的父母带着她去香港旅游, 在逛街时她被星探发现, 邀请她去中国星面试。 中国星这个公司当时在香港的威望特别高, 它是由向华强夫妇一手创办的, 他号称华语电影制片和发行王国, 并且与卫星电视签订了香港电视史上最大规模的购片协定。 如果能进去这个公司, 就相当于日后在娱乐圈里被资源追着位。 尽管很动人, 但是彼时的应彩儿对娱乐圈没有任何想法。 后来还是在家人朋友的再三怂恿下, 她才硬着头皮前去面试了。 这么厉害的公司, 应彩儿觉得自己肯定进不去, 于是她在面试前就做好了被刷下的准备。 想着随便应付一下, 给家人朋友个交代就行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阴差阳错地被选上了, 而且还享受到了公司红人的待遇。 而这背后的原因, 正是因为她这点儿郎当, 大大咧咧的态度, 让陈岚很受用。 进入了中国新后, 她就将自己的名字从丁文改为了应彩儿。 2001年, 刘德华筹备拍全职杀手, 向各大经纪公司发出了邀请, 短短几天就有成百上千的女孩前来面试, 其中就包括应彩儿。 后来应彩儿被选上, 第一部剧就在刘德华的片子中, 与刘德华、任达华合作, 她饰演女二号。 而应彩儿之所以被选中, 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单单是因为中国新的影响力, 更是因为她来面试是带着象态的面子。 电影播出后, 不单拿下2500万的高票房, 而且还获得了金像奖的提名。 然而巨火人却不火, 大家不仅没有记住她在剧中的人物, 就连应彩儿这个名字也是鲜为人知。 尽管效果不太满意, 但是象态却没有对应彩儿失望, 反而像入了魔一般的力捧。 进公司第二年, 她就先后拍了四部电影, 合作的演员无意例外全是大咖。 相比于影视上的讨论度, 映彩儿与象态之间的绯闻, 更让人津津乐道。 有传言, 象态对她这么好, 一定是将她当成儿媳妇培养了。 其实大众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 因为象左只比她小一岁, 两人私下接触也十分亲密, 俊男美女相处, 就是容易产生绯闻, 很快这件事就发酵得愈演愈烈。 面对媒体的采访, 应彩儿调皮地回答, 这件事你们去问象态啊。 而象态这边更是含糊不清, 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样的操作完全勾起了媒体 以及观众的好奇心, 甚至到后来大家直接称呼应彩儿为 象家儿媳妇。 而这样的称呼, 直到孙绕威的出现才慢慢退却, 那时的应彩儿满面春光, 戏约不断, 反观郭碧婷才刚刚踏入娱乐圈, 正在苦寻机会。 以至于应彩儿象左两人为何没在一起, 我们后面再说。 这边刚与象左的绯闻退去, 那边就又与孙绕威传出了绯闻。 当初拍摄《美丽传说》心愿时, 应彩儿与孙绕威因戏生情。 当时孙绕威已经三十出头, 但是找他参演电视剧的题材还是偶像剧。 尽管陷入了热恋, 但是应彩儿清楚地知道, 自己不能把未来交付给面前这个男人, 因为他的事业已经到达了巅峰时刻。 恋爱不到一年, 两人和平分手。 果不其然, 分手后的孙绕威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到后来无戏可拍的他, 只能转行做起了餐饮。 分手后, 应彩儿去往巴黎岛散心,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陈小春。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应彩儿刚游完涌就收到了一封邀请信。 如此老套的搭讪方式, 应彩儿差点将白眼翻上了天, 直到他看到落款人是自己在中国星的同事陈小春, 这才误了真意。 正所谓老乡见老乡, 两人泪汪汪, 两人虽然在公司没有接触过, 但是在异国他乡能有个相识的人一起聊天喝酒, 这何尝不是一件姓事。 当天晚上, 应彩儿与陈小春把酒言欢, 一个把对方当兄弟, 另一个就有些说不清, 道不明了。 相比于应彩儿在温室里长大, 陈小春的少年时期就充满了坎坷。 在应彩儿还无忧无虑地在学校读书时, 13岁的陈小春就开始外出打工, 补贴家用。 从饭店的小宫, 到给别人伴舞, 最后再走上大荧幕。 陈小春的人生阅历, 远比那些碌碌无为的顽固子弟有魅力。 正因为如此, 应彩儿才会在陈小春的甜言蜜语下, 一步一步被套牢。 恋爱没多久, 两人就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两个脾气直爽的人在一起, 大家起初都不看好, 可谁知结了婚的陈小春,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 结婚前的陈小春在娱乐圈里, 是有名的脾气火爆, 不怕天不怕地。 但是面对应彩儿, 她总是缴械投降。 应彩儿不喜欢她脾气火爆的传闻, 于是她就改变自己的脾气。 一个我行我素惯了的人, 不仅每天要对应彩儿说晚安, 而且还报备行踪。 不仅如此, 就连她的事业, 婚后也是交由应彩儿去把关。 虽然陈小春和向左相比, 可能家世人脉都有所欠缺, 但是试问, 这样的婚姻状态是向左能给得了的吗? 如果向左和应彩儿结婚了, 首先他们的关系就是不对等的, 员工嫁给太子爷, 应彩儿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低人一等。 不仅如此, 豪门里大大小小的规矩, 对应彩儿来说也是一种束缚。 不过好在他能及时悟出其中的道理, 没有努力去追求豪门婚姻, 而是随遇而安地遇见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 这才让生活过得像现在这般美好。